大家好,我是乔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秀 人不在江湖,可是江湖到处都是它的传说 如今在时的圈衡量一个明星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自身粉丝基数,活跃度,各项榜单的排名 更有超强的自身带货能力 直播带货的兴起让一众明星投身到直播带货的大潮当中 可是有的人不用直播,单单录个脸或者公开品牌物料 就能够让货买脱销 这样的带货能力不得不让人佩服呀 新的一周品牌,新带货能力周榜 肖战摘得断层第一 品牌优质再加上智能量带营人 以及粉丝年龄结构关联,消费能力强 最佳代言人肖战大协的实至名归 商业价值和带货能力再获认证 7月31号在一次直播对话的活动当中 肖战身穿同款蓝色卫衣,请客间就被卖断货了 在2020年的上半年,明星带货新势力排名 肖战摘到了90后的明星冠军 而代言的开小灶更是屡屡卖断货 各个线下商家更是以肖战之名义 开启了代言产品的销售,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于肖战来说,自身的带货能力是一流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南方洪灾最为严重的时候 肖战粉丝不仅捐款,更是捐起了肖战代言的产品 诸如开小灶,不仅解决了商家的销售 同时也为灾区人民带来了食物 同时也践行了供应活动 作为一个明星,对于普通人或许感觉不到明星的作用有多大 但是作为那些商家,那些灾区民众 实在在感受到了肖战所带来的价值和温暖 肖战工作室曾经发出过倡导 不以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行为来支持作品和商务 对于肖战粉丝们来说,一直在坚守着 别看代言产品屡屡被卖空 但是却都是在自身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的消费 千万不要低估了粉丝们的经济能力和购买力 而作为演员肖战,刚刚结束了和作家万芳老师的对话 解答了自己的很多困惑和问题 其中谈到痛苦这个话题的时候 万芳老师说到,对于有人生追求的人来说 终将呈现出他积极的一面 而作为演员来说,所经历的痛苦苦难呈现出来的积极的一面 就是在饰演某个角色的时候会有更深的理解力 对演员来说,这无疑就是切身感受 对于角色的塑造来说,无疑是有着莫大的帮助的 从饰演到真实表现,这才是演员的最高境界 而演员肖战无疑就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从狼殿下开始,肖战就是在经历着转型的痛苦 日夜的训练,拍戏,学习让他度过了最为难熬的时光 但同时也收获了更多表演经验 这些都对后来演戏起到了莫大的帮助 陈行令、余生、请多指教都让他在戏中得到利用 而在最近一周的带播剧当中 肖战三部带播剧纷纷七身TOP5 余生请多指教,摘得第一 斗罗大陆位居第二 狼殿下位居第五 2020下半年带播剧的热度棒 三部剧分辨第一、第二、第十八 演员肖战的带播剧热度也不是盖的 可是作为普通观众,想问的是顾位、唐三、吉充 你们到底哪个先来啊? 超半年肖战经历了最大的困难 但是正如万芳老师所说的 对于有人生追求的人来说 终将呈现出他积极的一面 是的,肖战显然是一个有人生追求的人 从一个普通素人到一个歌手 再到一个演员、青年、偶像 他的人生追求远不止眼前的一切 所以对于这些经历的痛苦来说 并不算什么 也终将呈现出他积极的一面 不仅仅是对演戏,更有对于人生的指导 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苦难对于弱者是走向死亡的坟墓 而对于强者则是生发壮志的泥土 对于有人生追求的人来说 痛苦显然是考验,是磨练 历经痛苦,方能破茧成蝶 真正的成为强者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